我们当然会有很多自己的问题 但是系统学习练习过程中啊 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掉 或者说才能意识到原来这都根本不是问题 谈古典的试奏能力强 基本功好 是上连二好 当然也可以直接照顾谈爵士 但是这些东西是他手上的肌肉记忆和试奏能力的一种体现 而不是脑子里真正有这些音乐 对吧 多听爵士乐当然是好的 但是也是建立在一个系统学习练习的基础上 你才能听到看到的东西 和你自己学的练的那些手法能对得上号 你听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反应 这块是一个二五一 这块是一个ton and run 这块是一个和声什么样的分配 那块是一个替代 这块是一个什么音阶 这块是一个什么鼠和弦的变化 这个时候你才能在感性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分析 所以说呢 这个是大量的学习练习过后 再去听和看 你才能真正透彻的理解 而不是流于表面说 哎呀这块谈得挺快 那块怎么慢悠悠的几个音乐来回蹦的 那块来了一个什么 这种常人就根本就完全不理解了 对吧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的市场量 而是你能听懂看得懂 谈得出来扒得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你提前已经认识了 这里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手法 而不是完全依照说市场量水准的高低去判断 那市场量水准的高 把每一个谈的音符都能听得特别精准 也不理解 也没有用 对吧 就好像这个 其实就是还是那个道理嘛 你就是找人之前看过照片的 你就自然容易找了 听之前 理解之前系统练过了 自然也就非常清晰了 所以说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其实你现在的思维和方向还是有偏差的 而那些所谓的即兴快的旋律或者怎么样 也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练习 大量练习以后的随意组合运用的结果 二五一 re fa la do so si re fa do mi so si re fa la do si re so fa mi so si do re la fa do si re fa mi do si so 想尽办法各种 再加上环绕音经过音音阶式的 和弦分解式的 各种变化式的 到最后呢 你一看见那个和尚的连接 你就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去修饰它 去解释它 去组合成旋律 别人看似神乎其神 夸你 啊你好厉害 你钢琴基本上好 你还是商量肯定很好吧 只有你自己知道 其实那些就是最基本的 这些把位练习熟练以后的 随意运用而已 当然也有很多弹鼓点钢琴 或者是流行钢琴的朋友 听一些爵士音乐 大概模仿 然后呢 不断的总结规律也好 去试着去弹一些 类似感觉的东西出来也好 也不错 但是呢 那个更偏向感性 理性的东西有点欠缺 理性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把大量 不同版本也好 不同人物 不同时期 不同人的这种风格的 爵士音乐里边的 他们的 共同的 这个框架和系统和常用手法 都给你总结出来 啊 等于说你理性是 很精准的方向 在练习的过程中 再配合大量的听 你才能不断的产生这种 联系 在理性和感性之间 到最后你的演奏也好 编曲也好 运用也好 才能自然 真正是由心而发 也不是说 纯靠感觉 往上应凑 也不是纯靠理性 往上去应拼 那都是会 差强人意 那只是听 当然也很好 大量听 一直听 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效果里 当然是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是想要 很有效率的提高 专业方向上一个 阶段性的 不断的一个突破的话 那肯定得配合理性 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感性听 必须要听特别大的量 而且你自己的感性 必须真的特别到位 以后才能梳理出 一些你认为的规律 其实是理性 马上学习 就可以获得的一些个 手法和知识点 这样的话 等于只靠感性 就是效率比较低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 你看那些个什么 留学的 或者是专门学绝识专业的 就感觉他们好像 也没有天天听这些东西 或者说感觉年龄也很小 没有那么多社会阅历 或者怎么样 怎么这么一谈味 就那么对呢 它就是专业 指向性的一种训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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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